一口气看完抗日英雄马战山的一生 1885年 马战山出生于吉林公主领事 他的爷爷马万龙在嘉庆年间 从河北风润逃荒闯关东来到东北 其父马纯以务农为生 1892年 由于家境困难 马战山被迫去给地主江顺加木马 1903年 马战山因被地主江顺诬告盗马 深渊无门 愤而离家出走 在哈拉巴拉山落草为寇 1905年 日俄战争结束后 马战山率领同伙 接受清政府的收编 成为地方游击队 负责维持怀德县的社会秩序 1911年 马战山投靠了 清军奉天候补总兵吴俊升 从此 马战山搭上了奉军的便车 在清朝灭亡后 马战山从连长 营长 一直升到团长 旅长 军长 其军旅生涯可谓是顺风顺水 1925年 张学良的教官郭松林 因对张作霖不满 起兵反风 此战 马战山在新民县击败郭军 并活捉郭松林夫妇 1930年 张学良宣布东北一之后 马战山被张学良派往 黑龙江省黑河 担任警备司令 1931年 918事变爆发后 日军相继侵占辽宁 吉林 又向黑龙江省发动进攻 时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的马战山 不顾蒋介石 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 率部在嫩江桥奋起阻击 江桥抗战随之爆发 此战 马战山亲赴前线 率领将士阴影战斗 并击退了 敌人多次进犯 但中阴敌强我弱 后援无忌而撤退 1932年 日军侵占东北后 采取了各种手段 对马战山进行诱降 马战山为保存抗日力量 诈降日军就任为黑龙江省省长 在担任委职期间 马战山筹集了大批军需物资 偷运至黑河 以备抗日之勇 同年 马战山在黑河通便反正 再举抗日旗帜 并成功击退了 关东军多次攻进 但中阴敌我力量悬殊 孤军无缘而失败 马战山被迫退入苏联境内 1933年 马战山由苏联绕到欧洲回国后 马不停蹄地 觐见蒋介石 请迎抗日 然而 此时的蒋介石 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 一心围剿红军 马战山未获得支持 1934年 马战山遇居在天津 期间 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 多次派人暗杀他 但都被马战山巧妙地躲过 1936年 马战山接到 正逢西安事变发生 他向张学良建议 国难关头 误杀害蒋介石 并在张学良 杨虎城发表的 对时局宣言上签名 为全国统一抗战 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 马战山赴南京请命 被蒋介石任命为 东北挺进军司令 同年 马战山赶赴隋远 山西 配合副座义抗日 并积极参加了 隋远宝贵战 阴山血战等战役 1945年 抗战胜利后 马战山受蒋介石之命 率部配合副座义部 进犯隋东和查西的解放区 结果战败 此后 马战山称病 必居北平 1947年 马战山被蒋介石委认为 东北副司令长官后 来到沈阳 在职期间 他深感自己这个挂名副司令 连调动一兵一卒的 实权都没有 同时 马战山认为 大势已去蒋介石必败 于是 马战山以治病为名 于次年 乘机飞往北平 1948年 马战山响应共产党号召 利用和邓宝山 副座义的交情 劝告副座义 放下武器 接受和平 为和平解放北平 积极分走 1949年 马战山与邓宝山 副座义 经过多次商议 决定响应 和平解放北平的号召 宣布起义 北平随之宣告 和平解放 1950年 马战山在北京 因病去世 享年65岁